基本上我們看到彭正森現在在檢調是約談兩個半小時就放出來 其實是有一點點我們講這個跟過去的經驗所不一樣 因為這個都這個金華城跟這個北市科的案子其實非常複雜 那兩個半小時被放出來只有一個可能 就外界現在傳聞就有可能他轉為做污點證人 他把他手上所有的政策或是錄音檔或是有的資料全部交出去 所以他們沒有被羈押 他直接是交保的 可是限制出境所以你可以看到彭正森這件事情對柯文哲主席會是一個很大的重擊 因為我們說碉堡從裡面打出來的其實是野火燎原 是完完全全會整個把整個內部的事情是燒毀的 所以兩件事情第一個金華城這個案子 基本上從過去大家講到八百四十趴 這是史無前例的高 第一次有這個民間的來談這個都發 然後都庚 然後第二個也有這個專家學者 第一次唯一的來談這些內容 第三個唯一的八百四十趴的最高的容積獎勵 這三件事情他是講不清楚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彭正森假設轉為污點證人 我覺得這是天崩地裂的大事 因為基本上過去所有的內容會交出去 而且重點是因為大家講說柯P蓋了三個章 不是 柯P其實蓋了兩個章 第三個章是彭正森蓋的 第一個章是讓他澄清案討論 第二個章是我們把那個草案 就是所有的都根草案 他蓋章通過 第三個過去覺醒是彭正森 所以如果今天彭正森出來講說 我有什麼壓力 我的壓力是不是來自於柯P 中間他叫什麼金流 那對柯P當然是一個很大的重擊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件事情是 我們講說這個民眾黨是腹背受敵 因為前面面對精華成論問題 後面還有政治獻金 所有的這個報完完全全是沒辦法 對這個小草來支撐 所以我一個重點是什麼 而這個重點是當柯文哲主席 陷入兩邊爭議的時候 我覺得臺灣民眾黨現在面臨 風雨飄渺的時候 但還好坐在我左邊的黃國昌委員 我認為他還有在黨內 還有那個能量去號召 所有的小草的信心跟支持 所以我覺得黃國昌委員過去 對於這幾個案子的評價 他是非常穩健 因為他不可能 如果這個案子假設有這個任何的問題 會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可是唯一一個現在在臺灣民眾黨 可以拯救或是持穩這個黨的 就是我左邊這位黃國昌委員 我同意林濤剛剛講的話 就是說昨天地檢處理噴震生 是有一點奇怪 他從證人準備被告 但是限制居住 不可以出國 不可以離境 不可以坐飛機 這表示說什麼 你是被告了 但我們要生壓 但是我怕你逃亡 所以這個不可以 但是我怕不怕你串供 不怕了 不怕 你可以你出去就是可以串供了 所以但是他不擔心串供 然後他變成被告 而且那個這個聲音銷售 我覺得我同意郭政良的判決 就是說他通通糟了 他通通糟了 所以檢察官心穩了 就是說你這人有乖 有勞心 現在求饒了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現在如果 我覺得這個黃國昌應該要注意一下 不妨跟主席看一下 我覺得好像柯文哲現在就是 他非常得意的時候 他跟比他人不一樣 他講得很清高 他自己覺得我很了不起 但是他在落難的時候 其實跟你我都一樣 他現在正在想 我如何減少這個災難 我如何逃避這個逃避那個 如何能夠把這個所受到的處罰罪輕 我要是他 我跟你講 你小草是拉不回來 如果小草還在 他會變成小蔥 這個民眾黨如果還活著 他已經不是原來的民眾黨 甚至這些八名委員 本來是答應規矩 是說兩年以後要換人 我覺得也不會換人 而且說一定要2026要提名 提滿提好 我覺得也不會了 完全情勢不一樣了 柯文哲你最好重新想想 你未來的幾年要怎麼走 你的想法 你現在未免太自信太過大 我覺得你的最未來的遭遇 要比你現在的處境慘得多 陳會員原來是跑司法的 他說柯文哲要趕快找律師 第一個是最好法官退下來的 跟法院比較熟 第二個是檢察官退下來 跟檢察官比較熟 第三個是真的去打官司的 真的能夠笑勇善戰的 為什麼剛剛我們講說 檢察官傳他兩個半鐘頭太快了 我們被傳過都先給你搞四五個鐘頭 為什麼 因為他要錄音 而且開始要問你什麼名字 反正他就這樣 然後就開始問 他問你一定從外面 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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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到核心嘛 而且繞的時候 他那個書機關要打字 書機關打字很慢 他那個設備也很爛 打 常常打錯字 打完了以後還給你看說 對不對這樣 你要對半天 然後再簽名 所以說實話兩個半鐘頭 你真的講話不到一個鐘頭 所以他都搞這些程序 所以怎麼有兩個半鐘頭 很少的 所以有人懷疑 他也不是在這個時候招的 他是不是已經準備一遍書面 都寫清楚了 光這樣招 兩個半鐘頭也招不完的 所以到底怎麼回事 大家很好奇